今年是7月18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40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A股再次杀跌又跳水了 很多股民在问 A股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怎么那么弱 只能说股民我太难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接下来想要回本怎么办 如果带在单线盘面热点 把握不住了看不动执行 其实从上顿的分数图你可以发现 他早盘开盘是不错的对吧 但是开盘又跳水了 整体来看今天目前是属于一个正大的行情 你从这个股也可以发现他的涨幅 涨的只800多加跌的1300多加明显是偏弱的 怎么理解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很正常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抄底呢 也就是说3200点以下到底能不能抄底呢 还有抄底的话哪些是重点呢 我们等一下就一些核心品种做一个技术分析 但是我提醒大家视频当中 涉及到的那些热点核心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总之一句话就是越跌 你要敢于下手敢于买 意思我说的话 跌到下面第一点自车温 你也敢于上车敢于下手 但是他如果拉高冲到高位压力位 你要什么 你也舍得跑路 朋友们一定要进入这细节不要做反了 很多人说这样知道 这个位置直接追进去 这个位置直接割掉肉 那么你就做反了朋友们 你不亏钱谁亏钱呢对吧 我们回答一下 大家最为关注问题 为什么在A股这个位置这么弱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正结在那里就是这个位置 什么意思 RPO太多对吧 昨天前天我跟大家说过对事 上面刚才说了3000点我们发行的什么 RPO新股全世界第一 我们末节资金全世界第一 而且3000点是属于一个什么 是属于有竞争力的位置 你看这么一说 是不是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态度什么办法 这些点位置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空间的 所以 是不是我可以再多发一些新股 大家是不是发现 最近每天都有几只票 好几只新股甚至有些多的时候 一天达到6只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新股 批发式的上涨 比起 比起什么 比起牛市的时候还多 这 能涨上去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关系到一些 高层方面的一些决策的问题 我们不讲 这个我们讲的也没用对吧 那么从技术本身来说 这个位置确实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可以博弈的点 所以大家 可以考虑逢低 去做一个跟踪的问题来了 跟踪哪些板块可以去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市场最为 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的券商 这是散户最喜欢的一个方向 但是券商最近的走势也不是特别的差 大家发现没有 券商在这个位置 它其实也算什么 属于一个震荡 其实我说了很多回 在这个位置低位的话 券商是什么 可以上车的可以潜伏的可以不得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听不懂 很多在这位置割肉 很多人在这位置追高 其实我也说的很清楚 券商 如果你把握好截则 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你看一下个股 今天个股涨幅最前的是首创 长江国金国胜 还有这段信达等等 大家是不是发现问题 这个国盛金空是不是我讲了很多次 讲了很多回的 如果说这个票 大家还不理解 还不还不明白 你看看是不是你操作失误 你操作给不上了 对吧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是前线低点附近 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这个位置可以怎么样 可以潜伏 可以上升 可以什么 可以什么 加大仓位对吧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出反弹了 他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出现急拉了 出现急拉出现冲高了 那我们怎么样 风高减仓 风高出货就是了 所以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不就错了吗 大家觉得说是 从技术方面来说 市场在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轮动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追高 那么接下说重点了 今天这些盘面热点怎么看 还有就是哪些值得我们重视和潜伏 从今天盘面看表现最强的是 就是先建封装 现在什么鸡 养殖业半导体这些涨回去前 汽车也还不错对吧 总之一句话 就是目前盘面看有点乱七八糟 早上10年钟之前是芯片 半导体一直独秀 但是现在农业也起来了 所以这种旁边像你去参与的话 尤其是追高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我想大家就告诉大家 就比如说像养鸡农业这一块 这里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近期的低位 这里就属于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 还有在这个位置朋友们 农业的话有一些的价格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一个触底 筑底完成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些有存在涨价预期的 或者说存在业绩收复的预期的 这里出现一波反弹上涨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里也只说是一个什么 反弹反转的话是目前严时上涨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这里不能盲目的去追高 不仅是他 还有包括其他的养殖业 这些猪肉等等这些 其实他就是一个什么 超跌反弹 你说这个位置反准了吗 我觉得不进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 如果你去追高的话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好 你看还有除了这个就是什么半导体 半导体不用说 我的前期多次视频都跟大家讲过 这个方向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后期是存在机会 甚至存在大机会的 说的很多回说的很明确 所以这个方向如果还把握不住 那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好 零售也起来了 这个是突然拉起来一个直线拉起来 但像这种的话我觉得他也是 有一个轮动上涨 轮动上涨 你不要看了他一涨了 你就直接去追 那我告诉你 你很有可能高位接盘 可能你追到的是核心龙头还好一点 就比如说像步步高这种 今天如果能顶着涨前板 明天还有机会冲高 对吧 还有你看中央刷涨这种多点 这个是目前整个板块的核心龙头 龙头 以后我们看他的一个位置 他位置是不是很低 他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超量方法 所以他有机会成为短线之间的一个 怎么强势关注点 如果你是做超短的这种票 你就应该知道今天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弱转强的走势 对吧 这就是一个弱转强 你看直接高开 刷一下马上就拉了涨前板 这就是一个什么 弱转强的一个进攻状态 所以像这种票 大家是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像 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你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等明确信号后再操作 好 我们来看除了这些之外 今天其他的一些板块表现 只能说一般这看起来后排 后排话跌的比较多的是吧 虚拟电厂 数据安全 发现问题没有 虚拟电厂昨天是不是很强了 今天是不是跌了 所以你昨天在这个位置追高的 你想想今天是不是很郁闷 是不是很纠结 对吧 昨天追高了 今天直接低开 不要了 那你这个位置你就想到哎 我要不要割肉 那你一割肉人家就涨了又纺暴了 对不对 朋友们记住市场在轮动 你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这个时候你只能去潜伏去低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涨停板的一个情况 说起涨停板 大家都知道 目前涨停板比较多的是谁 芯片 半导体元气垫这一块 这里我需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是 芯片就不用说了 还有一个方向需要注意 那就是机器人 这个方向我在近期是重点讲过 几乎是天天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方向的话 怎么样 没走完 接下来你该怎么操作呢 其实好办 对不对 我告诉你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所谓的20天均价先附近 20天均价先附近什么 做个低息做个潜伏做个博弈 说了很多事说了很多回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什么 可以上车 可以什么 可以跟踪后期拉高的话 你是可以什么 有机会吃着肉 甚至吃大肉的 这个机器人方向 他有机会在这里出现一波大幅度的一个什么 大幅度的一个突破 你想想他空间一旦突破了是不是很大 对不对 你看这里就知道 量能放出来了 我强调大家他要往上涨 他要往上突要放量量能出来了 我们就不怕量能出来 他就有机会继续进攻 所以回踩后就是机会 朋友们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人方向今天 所以说 个股目前涨幅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机票已经回暖了 就比如说前期的一些人机票都还回暖了 这就是好现象 你看对吧 巨人智能老龙头 调整后开始起来了 包括中大利得 这些也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 前往的状态 所以它本身就存在了一种抽跌反弹的预期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留意的 那除了芯片机器人这个方向之外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还有哪些票 哪些板块只在跟踪其实从技术方面来说 毫无疑问 中字头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可能很多说哎呀 中字头跌了 现在是在60年线附近徘徊 怎么理解怎么跟踪 其实这个方向我讲了很多是 中字头设计的票比较多 设计的板块比较多对吧 我们可以什么重点留意一下 近期的一些核心品种 比如说很多人会说近期核心品种在哪里 大家看中字头个股 如果你看中字头个股你就明白了 中字头个股在哪里 中字头个股其实很多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 军工大基建方向 你看前排的这些是不是啊 军工大基建方向是不是 所以我们重点要留意一下这些啊 整体来看军工目前 表现啊 平凡的就是中传系 说起中传系大家应该都熟悉 应该都明白 我是重点讲过 几乎天天跟大家讲 你看中传系 今天是不是起稳了又上涨了 而且你看中传系很多个股的话 在第一位起景起稳后开始连续反弹啊 宽床智能啊 还有这个中传和中传科技等等 这些目前相对来说位置是比较好的 当然整体来看也是说啊 属于一个 超跌反弹啊 前段时间跌的比较多啊 特定反弹 目前还不能盲目的去追高啊 你像中国动力这种啊 在20年线附近出现起稳后 是不是开始出去反弹了 是出现上涨了对不对 总之一句话啊 中字头是属于轮动啊 大家记住 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票 开始又起来了 那么大涨的可以考虑先出了啊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排啊 个股的情况 今天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 你看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20家都不到 那你想想这个操作难度有多大 全市场超5000支票 涨幅在10个点的20家都不到 你说这个比例去掉一个0 再去掉一个0 你看看多少朋友们 0.4%对不对 1%都不到 那你想想这个旁边你怎么操作 这个旁边你怎么赚钱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一定要记住 不要盲目追高 不要盲目去顶 你实在忍不住 你就是什么 找核心人气板块的核心农头票 低息潜伏 等着他轮动拉高 等着他轮动什么冲高 冲高你也舍得减仓 舍得出货 这看下后排后排跌的比较多的 也不是特多是吧 跌停的票也就那么几支 总之一句话就是涨高了 要怕要防跌 就比如说金太阳这种昨天是不是还很强 今天是不是很弱对吧 昨天你想想冲高冲到高位 如果你在昨天高位追进去了 今天一个核二流 你不就亏钱了 你不就大亏了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轻易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讲的核心人气票 核心龙头票的一个潜伏低息 可能很多会有意见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说是吧 就让我 常常跟大家说的券商板块来说 我去他板块什么 潜伏可以低息 可以什么 等他轮动反出 大家看目前他拉起来 可是很多朋友说 拉起来我的票不涨了 那你看一下 目前涨幅之前是谁 手创证券 转了6个多点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发现了 我前期跟大家讲 我讲什么 我说讲这个位置的手创证券怎么样 潜伏低息他拉起来 拉大摇线怎么样 可以减仓可以出户 这个钱不就进贷了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好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